亲爱的朋友你好,大家都是有缘之人,如果可以的话,恳请你加个关注点个赞,分享一下,十分感谢。 欧洲人为什么会走出黑暗的中世纪呢? 今天的说法有很多,什么大航海呀,工业革命呀,文艺复兴呀,思想解放呀等等。 但是最初推动他们迈出第一步的是什么原因呢? 当然是中国。 马可波罗先生给他们描述了一个无比富足强大的中国,让每一个欧洲人都想出此怀春的少女,心里有一个蹦蹦乱跳的小兔子,只想依偎在中国人的怀里撒娇。 你千万别以为我是在开玩笑,如果回到中世纪,金发闭眼的欧洲美女,人人巴不得找一个中国老公,然后移民到大宋的杭州享受天堂般的生活。 这有点像改革初期,公知们告诉我们,大洋的彼岸有个天堂,那里黄金遍地,到处都是机会,于是成千上万的人潜伏后继,去美国寻梦。 不过就像马可波罗是百万先生一样,公知们也基本上都是满口跑火车的,相信他们说的,一般结局都会很悲催。 所以有一个著名的段子,老王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北京人,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,为了以后过上好日子,不顾家人的反对,已然卖掉了祖上传下来的一套四合院,凑了整整三十万,出国去淘金了。 离乡背景的老王,充分发挥了我们中国人吃苦耐劳的精神,风餐露宿,送外卖,摆地摊,学外语。 在国外一个人孤苦无依,住在贫民窟里,被抢劫了不下七次,差点客死他乡。 但是为了过上富裕的生活,老王咬牙坚持。 时间一晃三十年过去了,老王攒下了整整一百万美金,折合人民币约七百万左右。 如今是两定斑白,打算靠着这笔钱回到北京去养老,以为会过上富裕的生活。 回到了北京,老王便想把自己以前卖掉的四合院给买回来,毕竟是祖上传下来的, 自己年纪大了,就开始怀念起以前的旧物件来。 当他找到中介一问价格,差点把老王的心脏病给吓出来。 当年三十万不到卖掉的小四合院,如今已经身价暴涨到了八千多万, 整整翻了将近三百倍。 一想到自己在国外这些年寿的苦,看着这手上的七百万,老王一下子没挺住,直接吐血住进了医院。 当然这只是一个段子,毕竟没人能猜得到,中国这三十年会发展得这么快。 但是回想当初,我们之所以愿意相信外面有个天堂,其实是因为我们看到了证据。 别的不说,单就是那些外国制造的冰箱、彩电和洗衣机,早已让人垂涎三尺。 不由得我们不信,外面就是神仙住的地方。 所以同样的道理,欧洲人为什么会相信马可波罗一心要找到中国呢? 那也是因为欧洲人看到了证据来自东方的香料、丝绸和瓷器,也改变了他们的生活。 所以马可波罗先生说的就是真理。 但是有一点你一定要知道,虽然东方的香料、丝绸和瓷器很早就进入了欧洲,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都是极为昂贵的奢侈品,大体上就好像劳斯莱斯轿车。 虽然大家都知道有这个东西,但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,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。 所以来自东方的商品,如果一支高得这么离谱,那么即便后来奥斯曼人攻陷了军事坦丁堡,垄断了商部,让这些贵的像劳斯莱斯轿车一样的东西涨价十倍,对于欧洲人来说,那也不过是茶余饭后的一个谈资而已。 你总不可能因为蓝薄金你涨价了,从一涨到了十亿,你就说你感到痛苦无比,然后觉得活不下去了,所以你必须要做点什么,让你的生活回归正轨。 毕竟装逼都不是这么装的,这纯属是神经病,所以只有一个原因,那就是这些东西真的曾经被普及过,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, 让每一个稍微像样一点的欧洲贵族都曾经穿过丝绸做成的衣服,吃着瓷器盛上来的,撒了胡椒的肉或者鱼,在阴暗的古堡里享受着美好的人生。 只有当这样的场景发生过,才可能有土耳其人把这些东西突然搞成了天价以后,欧洲人会觉得活不下去了,这才符合常理。 毕竟在没有冰箱的时代,不撒上胡椒,肉和鱼都会散发着淡淡的臭味,而淑女们没有了玲珑剔透的丝绸,又如何崭现娇艳妩媚的气质。 但前提一定是他们享受过,一个从来没有吃过四川火锅的人,是不可能会对辣椒上瘾的,所以是谁把他们惯坏了的呢? 这就要回到我们的故事,埃及的马穆鲁克和占领中东的蒙古人,后来被称为伊利汉国之间的这次决战,正是因为这次战役彻底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走向。 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? 当然,这一切还是要从马谈起,让我们继续讲讲马尾巴的功能。 但埃及马穆鲁克、苏丹古图兹,听说叙利污率领蒙古军主力部队离开了中东,干往中亚参加夺敌之战以后,古图兹觉得既不可施,要趁机收复叙利亚。 于是他命令马穆鲁克将领拜尔斯率军先行,直扑巴勒斯坦,自己则率领主力,随后跟上。 然后他们就和蒙古留守叙利亚的驻军,谢帝不花手下的先锋拜达尔,在加沙附近相遇了。 这个加沙,也就是今天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,依旧天天往斯里搞,被炸得破破烂烂的那个加沙。 得到了埃及人北上消息的蒙古统帅谢帝不花,立刻命令拜达尔设法拖住敌军,务必要保持接触。 然后他自己率领驻扎在大马施阁的蒙古军主力一万多人,外加他的盟友。 今天前苏联境内的亚美尼亚王国的几千民众骑兵迅速南下,争取在野战中消灭埃及人。 为什么切地不花,一定要拜达尔拖住敌军呢? 因为受当时的技术条件的限制,一旦和敌方失去接触,在鸟不生蛋的巴勒斯坦,要再找到对方是很难的。 因此如果知道对方的准确位置,他就可以因地质疑地进行战术安排,这是取胜的关键要素。 那么拜达尔完成了这个使命吗? 很遗憾,他被打跑了,跑得离埃及人远远的,为什么会这样呢? 很简单,蒙古马没有阿拉伯马的速度快,拜达尔想和马穆鲁克军团保持若即若离的距离。 但是他的想法被马穆鲁克名将拜尔斯识破,于是对他发动了主动进攻。 由于双方都是全骑兵的队伍,蒙古马在短距离冲刺上和阿拉伯马之间的差距,就好像吉利和法拉利跑车。 不在一个级别上,蒙古军人数又少,结果被埃及人追上,一顿群殴,差点全军覆没,剩下的人赶紧加起尾巴,躲到马穆鲁克军队看不见的地方。 但是这样一来,蒙古人就失去了先机,南下的蒙古军主力,已是竟不知道埃及人去了哪里。 这让住叙利亚的蒙古军总司令切地不花狠头痛,不过久经沙场的他还是很有经验,于是先把部队驻扎在一个水草丰围的地方,然后再派出小部队去搜索敌人,寻击和对方决战。 虽然蒙古人不知道埃及人去了哪里,但是埃及人却知道蒙古人在何地,这又是怎么回事呢? 这就涉及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,也是我以前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,蒙古人一路占领了中亚、伊朗和伊拉克的很多地方,这些地方的马种都比蒙古马好,特别是中亚,土库漫马甩蒙古马几条街。 为什么他们不换马呢? 其实这也带出了另外一个问题,为什么其他有好马的民族,不能像蒙古人一样去征服世界呢? 原因很简单,因为只有装备了蒙古马的蒙古军队,才是古代世界唯一一支,完全可以不需要后勤的军队。 蒙古马的最大优势在于,他可以只吃草,就长得好好的,而且由于体型小,他每天只需要吃几个小时的草,就能吃饱,而那些体型大的战马是做不到这一点。 如果你要让他只吃草,那你要花大半天的时间让他去吃,反过来也就没有多少时间能用他了,否则的话你就需要喂他粮食,但那样你就必须有后勤了。 而且,蒙古马的另外一个优势在于听话,只需要很少的人,就可以管理成千上万匹的战马,这带来了另外一个好处,在蒙古军队的背后,可以用少量的人驱赶着庞大的马群,他们既可以用来驮粮食,也可以在粮食吃完的时候,为蒙古人提供马奶和马肉,帮助他们度过危机。 这也是其他马种做不到的,正是因为有这些优点,所以蒙古人能够长途跋涉,快速集结,机动性远远超过其他民族,因此切地不花率领的蒙古大军,可以先赶到战场,而马穆鲁克军团则必须先躲起来,等待各路军队到达,为什么会这样呢? 因为马穆鲁克的军队用的都是豪马,阿拉伯马和印度卷尔马,在战时都是要吃粮食的,因此必须要用骆驼来搬运粮草,为了降低后勤压力,每名士兵只能配一匹马。 特别是埃及军队北上时,要穿越沙漠纵横的西奈半岛,因此必须多路分批出动,彼此之间要相隔一定的距离,这样就可以通过尽可能多的城市来分散补给压力。 所以同样是出动一万多人,蒙古人说走就走了,可是埃及人却要规划十来天,花时间去组织一支庞大的补给队伍。 因此虽然埃及人的马跑得更快,可是他们的实际进军速度却远远低于蒙古人,这在战术上是一个极大的劣势。 所以蒙古人为什么不换马,宁肯忍受蒙古马的种种缺点也就一目了然了。 因为只有用蒙古马,才能让拔都进攻欧洲时,统帅十五万大军,序列物进攻中东时,也能组织十三万人马。 而其他民族如果要出动同样规模的军队,跑几千公里去找别人的麻烦,至少需要带着几十万的民工,搞后勤补给,以中世纪的交通条件,没人能维持多远。 所以那个时候打仗,虽然讲究的是阴良于敌,也就是抢别人的饭吃,但这事毕竟不那么靠谱了,抢得到,抢不到,那是一个没准的事,因此只有蒙古人能征服世界,也就一点也不奇怪了。 这就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里,单就技术指标来看,最好的坦克,绝对是德国的虎王坦克,但是最终能决定战争胜负的,却是老毛子的替三次坦克。 这两者的道理是一样的,不过,凡事都是有利弊有弊,这样也让蒙古人有了一个致命的弱点,到了公元1260年,所有的人都知道了。 那就是由于蒙古人没有后勤,所以他们在进攻的大方向上,只能是沿着操场的方向进军,绝不能离开太远。 搞清楚了这一点以后,蒙古人在中亚和中东后来的敌人,经常会烧掉一部分操场,逼着蒙古人走他们设定的路线,然后打他们的伏击,以欺人之道环制欺人之身。 蒙古人的军事优势迅速就失去了,因此蒙古统帅切地不花需要派出侦察兵,到处去寻找敌人,而埃及马穆鲁克、苏丹古图兹和拜尔斯,即便什么也不做,也大致猜得到蒙古人在哪里,因为巴勒斯坦的荒漠上就那么几片草原。 所以他们知道蒙古人,肯定在约旦河旁的爱因贾鲁特河谷,也就是今天巴勒斯坦的吉多纳村。 这里有一条叫做纳西尔贾鲁特的河,河谷里全是丰富的水草。 蒙古人找了半天,也找不到埃及的马穆鲁克军团主力,再加上他们又没有后勤部队,因此也不敢离开这里,在荒漠纵横的巴勒斯坦里,很难找到比这里更好的地方。 于是他们就只能坐等敌人上门,但是这样一来,蒙古人最大的优势,机动性也就当然无存了。 不过切地不花,为什么不走?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,因为他觉得他留在这里,一定能打赢这一仗,这又是为什么呢? 因为他观察了这里的地形,发现最方便的入口,就是沿着另外一条,叫做哈鲁德河的河谷,进入蒙古军所在的耶斯利河谷。 这条路乱石林立,苗条的蒙古马可以在这里任意驰骋,比他们大得多的阿拉伯马和印度卷尔马,慢慢走没有关系,一旦快速跑起来,则会被划伤马蹄,很快就会丧失战斗力。 所以蒙古人并不觉得自己是守株待兔,反而是坐等鱼儿上钩,那么马穆鲁克们会上当吗? 如果是穆斯林或者十字军的话,估计多半都会中计,前面我们已经说过,在这个时代,他们的脑袋远远没有蒙古人好用,但是马穆鲁克军团,虽然我们叫他们埃及人,但实际上没有一个是土生土长的中东人或者非洲人, 他们都是来自中亚或者南俄草原,说突厥语的游牧民族是被贩卖来的奴隶,都不是本地人。 马穆鲁克军团实际上的总指挥,拜尔斯就是被人在中亚俘虏后,用一千个银币卖给一个叙利亚的割据军阀的。 后来买主发现他的一个眼睛有点问题,还曾经把他退货,最后才被贱卖到埃及的。 不过这个买主如果知道了后面发生的事,他大概会既懊恼又庆幸,懊恼的是他失去了一个牛人。 庆幸的是,拜尔斯可比他们聪明得多,他们根本就玩不过他,作为他的主人是非常的不安全的。